007产线人员工资之总和 这个也用SAMU来做 那首先的话你把这个007下载之后 大家看一下 他这边是所谓的产线人员 意思就是说他这边有部门 有产线1产线2产线3 那这个产线的话就是他的开头都叫产线 可是会有一二三 那这说怎么办呢 如果说你有一二三 那你又要变成你要是不是要 如果用刚刚的逻辑 那不是要判断三次 一二三 那不对啊 那这样不是就很麻烦 所以基本上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判断 那如果是就把工资加起来 那还好这个地方 其实在SAMU他有支援一种叙述方法 什么方法呢 E range是这个range Criteria的话就是产线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打一个产线 那可是问题有一二三 其实你可以输入 还好这边有资源外用资源 那所谓外用资源就是说 如果你就一个字 那就是问号 意思是产线什么 一个字 两个字就是两个问号 三个字三个问号 哦 意思类推 所以因为产线一二三刚好一个字 第二种方法 产线所有的 这个第二种方法就是 不管你后面有几个字 反正只要产线这两个字 那都算是我要找的 所以第一个方法跟第二个方法是 问号是代表几个字 start是不管有几个字 反正后面只要里面有关关键字 叫产线的都算 所以一般像那个什么全文检索呢 关键字检索 其实通常是用信号 加在前后 中间只要那个关键字 我就把这个资料 从那个 一般是资料库 这个在资料库也是一样 万用资源 不过一般的资料库里面 可能不是用信号 在ss或excel是用信号 可是在mscq或myscq是用百分比 不过只是换个符号而已 至于为什么换符号 可能也许是 他们那个 有些符号是保留的 你不能用 信号也许可能里面保留 不能用 所以他百分比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概念 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用问号 其实也可以啦 那sumrange的工资加强 最后的话 你按个 你会发现结果 其实你用信号或问号 那结果 有没有 都一模一样 但是你就不能用两个问号 好 为什么有两个画面 产现什么什么 两个字 没有啊 没有产现什么什么 所以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很多 而且不只是samif 可能在comif 什么if之类的 相关函数呢 通通可以这样用 OK 所以你要举一反三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结果把它加出来 另外呢 请你们试一下 如果以这一题 如果用VBA来做 当然你可能要想一下 如果用VBA哦 我们这时候 刚刚是用samif 那VBA的话 基本上它的概念也差不多 那个VBA的写法也没有标准答案 反正以我的逻辑应该叫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 反正先确定一下你的范围 对不对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的A栏里面的前面两个字抓出来 前面两个字嘛 因为我们刚刚说万样资源 那可是VBA通常是因为它有切割自创函数 可以抓前面两个字 前面两个字的话呢 有个函数嘛 叫laps嘛 如果等于产线的话 它这个条件为处 那我就把工资在C栏里面知道怎么样 加总 可是在VBA里面如何加总 特别重要你需要有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其实就是要让它来累加的 等它累加完之后呢 你再把那个变数的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样子你就达到累加的目的 OK 不过这个可能稍微难一点点 但是也很多地方都会派到用场 就是累加 把那个你要的资料 暂时先放在某个地方 让它累加 OK 所以这个部分两个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这个范例题呢 请你直接从那个云端上面 这个产线人员工这种 我们先试一下 好 那范面先还给各位加 那这个范例题 其实就是我之前第一次上课 跟各位介绍那个什么 Excel的那个一个参考用书 就是职场函数 468招的其中一题 对对对 它总共有468题 那我讲过了 其实我不可能没你没你讲 但是我们可以开个头 也就是你如果有时间 你如果当然工作里面的练 工作的遇到的状况没那么多 你自己也可以把这个468题拿来当成练功题 没事就练一下嘛 练一下 哎 久了之后呢 你如果这488题 全部都练完了 而且哦 哎 全部都可以赢任何 很快的把它解决出来的话 那我相信你应该在职场上哦 真的处理这些事情 就会非常的得心应手 OK 这个 但是这本书缺点是它没有VBA VBA是我们自己补充的 其实 像那本书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参考 因为它的解答说真的我只是参考用 像最后 它的那个里面的参考 它那个答案哦 有时候我完全不予采用 因为解除那个 它那个答案哦 有的时候公式 有的时候真的太复杂了 而且不符合我的逻辑 所以我有时候会用改成自己的方式来解答 OK